另外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人興 其實以過來人的身份 寫了一封蔓延書 這個叫做KJ 叫做王嘉靖 今天也看到封傳得很重要 其實王嘉靖是一個鋼琴家 很年輕的鋼琴家 以前有一套紀錄片是十四年前的 就叫做KJ音樂人生 阿龍沒看過 牧師你有沒有看過 都沒看過 其實我都沒聽過 抱歉 但是這個王嘉靖 因為沒什麼人怎麼看 所以神話傷害沒那麼大 他看到寫了一篇文 很多次 又看到報道 也有很多人分享 分享的朋友 甚至乎 這篇文是有他的觀賞價值的 第一 他也拍過以真人 他自己本身的經歷 是他在做一套紀錄片 如果吸收十九歲的我 本身就是對六個女生的傷害 這套電影就叫做KJ音樂人生 對王嘉靖本人的傷害 是六倍於十九歲的主角 因為只有他一個 全部焦點在那裏 全部焦點在他那裏 甚至乎他說到 因為拍這套電影 就令到他加辯了 是啊 他跟他父親 抹了臉 主要是因為 他就說 當年爸爸給他 當年爸爸給他 什麼話都是這樣 因為他主要這套電影是怎樣來的 當然他很厲害 年輕時就獲得獎 然後有機會捷克做表演 當時的導演 張經惠 張經惠 看到他這麼厲害 然後覺得很有潛質 將他成長的過程 用了六年就拍了一套幾個視頻 當然你一個鋼琴天才 你的成長過程 其實本身都是正能量的 而他找到製片商 肯支持這套電影之後 他開始拍攝的過程 其實一開始 王家靖是不同意的 是不喜歡的 即是一開始自己也不喜歡 那個概念他不喜歡 因為他覺得 大哥我很年輕 你很年輕你拍我 其實就 未必是好事 我覺得他小時候已經很成熟 給別人一個訊息未必是好事 也對他自己本身來說有壓力 大哥 小時候 你覺得你是鋼琴天才 因為鋼琴天才 以後你可不可以 繼續下去發揮 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最後沒有成績的話 你會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背負了很 你一部電影拍不成 第一你一部電影拍不成 如果我融融碌碌的 你本身對我有壓力 而且他這部電影最重要 就是他在電影中 講了他對他爸爸的不滿 正正就是因為他 拿到這個導演 導演就獲得他的信任 才對家人 對爸爸的看法和批評 講了出來 但想不到他爸爸很大反應 就是你當眾唱衰我 對 然後還剪迷連車輪都看到 那就糟糕了 然後他爸爸 正正因為他的反應太大 他原本在美國讀書那段期間 就絕了學 在08年的時候 經濟上面封鎖 對 經濟上面封鎖 又不讓他回家 但是很幸運 就是他 有幾年來 都被鄧永鎮 接濟 之後繼續他的學業 其實他也算是很幸運 但如果你說看這部電影的話 當然他跟導演 我三番四次跟你說 你不可以將我 對我爸爸的看法 你會說出來的 即是不要放在影片裡面 我相信你 我跟你們分享 但是你把這段影片放上去 那真的很要命 是啊 他說他講完之後 他很記得 有一次訪問 他應該說了一些 音樂的看法 他說他都不記得 但是他不會不承認 在那一次 在家庭關係緊張的時候 他講了一些 他對家人的不滿 可以向天發誓 對每一個手指頭都發誓 在那一個訪問之後 立刻在我跟導演 道別的時候 就跟他嚴正聲明 這些事情 你千萬不能給任何人看 不能放在紀錄片上面 而當時 導演 都細神劈勻跟他說 可以的啦 當然是沒有問題啦 但是最後 真正的決定就發生了 因為其實他自己 差不多出演的時候 這部電影 手拍的時候 他一直都沒有看 直播剪 甚至乎他見到電影 是第三次跟他說 你說你老爸 對呀 你說你老爸 之後他不斷一年 整個星期 幾天瘋狂地打給導演 就問他 就很瘋狂 他住在美國的宿舍裡面 那些人 看到他一個傻佬 用廣東話大聲瘋狂地叫 他就跟我說 這是我和你 是你和我的承諾 也是我的意願 你在我最低落的時候 得到我的信任 我跟你說一些私人的說話 但是 但是我希望你尊重我的意願 不要放在紀錄片上面 在這個時刻 我和我家人的關係非常緊張 你也明白我老爸 是不是不可以 也不應該接受這些做法 你怎樣背叛我的信任 違反我的意願 再背信於我父親對你多年 來的交情 我自己知道 講了一些當時很衝動的說話 甚至乎 講話的內容 不是完全是事實來的 我有權選擇 和表達我不同意你的手法 和展緝 我完全不可以接受 他之後找回那些電郵 其實全部都可以找回 正正就是因為近來 我有朋友 有些長輩跟他說 喂 19歲這件事 你可以說兩句 你是過來人 像你的經歷 是啊 處理經歷 那他最後 他負上了代價 他跟他說 喂 大哥你這樣搞我 喂 我會無家可歸的 我會沒有錢讀書的 他一定說了很多粗口 這個 王家政 黃家政 是 又做了很多電郵 等等 但是那個導演 怎麼回應 我反而想知道 那個導演最後的說法 就是 喂 我不夠時間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和你摸 現在他就這樣說 這張圖就寫了出來 很juicy 就是renews 這張圖就是 喂 好了 黃家政 你以為我很多時間和你摸 我覺得你和你老爸的關係 怎麼都是時候 有個了結 很不負責 人家信任你 你就把人家對你的信任 放在桌上 好 就好像出賣人 但是 如果你整件事攤牆來看的話 黃家政和導演 之後其實是修補了關係 其實在最後 這件事刁談了之後 他和導演其實是見過一兩次面 沒有再談起這件事情 當然 黃家政自己已經是事業有成了 之後的事 但是 我又想了解 他和導演的關係好了 沒有問題 他和爸爸的關係是怎樣 我想一定是基於 他和爸爸的關係 拉近了 他才可以這樣 嗯 是啊 是啊 他自己 最後他和爸爸都修補了關係 我想用一兩年的時間 但是最後 甚至乎他爸爸之後再婚 都叫他彈了三首歌來聽 是啊 而且其實他也是 你看到這個年輕人黃家政 都很感恩 很感恩他爸爸 在成長的路程裏面 對他的鼓勵 以及那個啟發 其實他也多謝很多長輩 他非常之會想 為什麼他說他自己是 可以作為一個十九歲的過來人 呢 他就說 最後他講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他講回他和他爸爸的關係 他非常之好 他今年榮休 退休日 請我吃三星米之年 他就送了一隻CD給我 叫人生餘器 裡面有什麼炳天立地 光榮正大 活活搖幽 這些正能量的字眼 其實他這麼多年以來 雖然 他拍了這一套紀錄片 但是 不是 其實他現在 或者一開始他回來香港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 就是 你這套戲 因為這套戲而出名 是不是 一開始是 但是漸漸 其實他近年來 幾乎是沒有人看過這套戲 其實他 連題都沒有人知道 他就告訴你 我成功用我自己的成績 證明我自己的音樂 我證明自己的能力 其實這些紀錄片 你說在那一兩年時間裡面 可能真的令到你 是紅了起上來的 就是你賺取到知名度 很多本身不是音樂界的人 對你有興趣的 就等於阿朗朗 還有那個 就是被人捉去之前叫雞的 李雲迪 李雲迪 其實本身 很多人都不聽音樂 純粹音樂 都知道這個名字 是啊 但是 你說對於 黃家靜 KJ來說 一開始都是這樣的 但是他自己爭氣 你說紅不紅 現在我有濕疹的時候 臉就很紅了 你說我對這套戲 有什麼感覺 19歲這套戲有什麼感覺 他說 不好意思 我知道 我沒有什麼感覺 有很多事情 這套戲我沒有感覺 就是沒有感覺 因為我都沒有看過 但是他作為一個過來人 他有資格跟你說幾樣說話 就是其實我們以前 我記得以前 成大裡面某個教授 阿琳達王 都跟我說 做人要反求諸己 有時候 他說對19歲是沒有什麼意見 真的沒有看過 但是他唯一希望的 就是那些主角們 永遠不要被過去的自己 所定義 這套戲是拍攝了你過去的自己 這十年裏面的自己 但是你自己有選擇權的 你不要被自己的過去定義 更加不要因為別人的注目 因為這套戲對你的注目 而因應別人的看法 而定義你自己是誰 當然這個是很真實的 譬如在聖經裡面 有一個人叫保羅 可能我們信耶穌也聽過 保羅之前殺了很多基督徒 後來才有那個反省 但是很可能 特別在頭一段日子 他想去見那些使徒 那些人都不敢信他 哇是不是真的 就好像說 葉繼歡信耶穌 沒有可能 但是他用了很長時間 去證明自己真的 真是毀身在這個信仰 但因為這樣緣故 更受苦 其實我們每人都 特別在青少年時代 都有我們的不光彩過去 不過我自己在內都有 我們真的少年無知的 示範了這些錯 自己都不想再提 你不想提 但可能有些人會提你的 特別是針對你 但如果我很確認 我現在已經做得好 我也都已經當我過去的錯 我已經洗心革命 我就照去 但當然這個過程講的容易 但整天這個過程要到復原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容易的 這個很視乎你自己的心態 這個性格決定命運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沒有人在旁邊 繼續鼓勵你 對 最後一句說話 沒有放棄你 最後一句說話 他說真正是你自己的生命 只是會由你自己的 定義自己活出來 這些過去 其實現在 我想你看這部電影 沒有人覺得 即是用張遠亭的說法 沒有人覺得你們是被醜化 即是他們現在這個階段很介意 但是如果你說對於他們本人來說 他怎樣修復創傷 如果有創傷的話 當然有 阿玲那些 其實你就 這個包袱 長遠來說 你可以放下 我自己也付上了代價 因為拍這部電影 錯信導演 而導演當時跟他說過的話 其實現在看起來 他說他之後見過一個導演 見過一兩次 他說在2010年至2015年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找過我 之前那一年 在Gap Year的時候 沒有讀書那一年 他說他都會擔心他有沒有錢讀書 他說可能因為那時候怕他會爆大鑊 說他出賣了他的信任 但是之後那五年 去到2015年都沒有找過 一句話都沒有問過 直到2015年的時候 清協就找了導演 拍了一部紀錄片 王嘉靖也出席了首映麗 才見過一次麵 吃了一次飯 之後2020年 即是前年的時候 都吃過一次飯 在右一城 一句都沒有提過紀錄片的東西 紀錄片之後十幾年 見過兩次 從來都沒有問過我怎樣 承受這裏的一切 他有沒有去跟他道歉 沒有 其實他真心覺得 即是王嘉靖他自己覺得 可能他自己覺得他自己 可能他自己覺得自己沒有錯 你記不記得剛才他說什麼 我覺得你和你老爸的關係 怎樣都是時候有個了結 可能我成為一個吹花劑幫你 跟你老爸 有一個了結 他就這樣想 是的 你和你老爸的關係 這個成長的過程 你是不是應該自己去修補 對吧 如果你說這樣看 王嘉靖可能會有 或者他覺得 我應該反而多謝他 弄得我這麼出名 他怎麼想都不出奇 人心難測 他就說回這些 時間攤長了 對於王嘉靖本人來說 有一個很結局的收尾 對於十九歲的女生來說 這六個女生來說 將來會是如何呢 他就給你一句說話 如果你與其這麼介意 別人去怎樣看你 給別人去定義你的人生 不如你自己活出你自己的生命 自解敵自己 有時候我們在人生裏面 都遇到一些低谷 但是可能 過了很多年之後 你回頭看 可能這個低谷 都會成為你一些幫助 一些提醒 好像很熟悉 有些人都會知道 有一個叫神奇坐醫 有一個叫藥室 被大哥出賣 之後要做奴隸 然後他不肯接受氏頭婆的誘惑 因為氏頭婆喜歡小鮮肉 去拒絕 但是被他誣衊坐牢 但是原來坐牢的是皇室監獄 是一個訓練課 後來他竟然 可以和皇帝解夢 突然之間由一個囚犯 變成一個宰相 後來那些大哥看到的時候 很害怕 因為為什麼 我賣了你的 很大件事 他說是你想害我的 但原來我看背後 都有一些主宰在掌管 原來就是為了要救你的家族 即是他那種仇恨 其實一定有的 但是他看透了之後 他就可以釋懷 但我仍然再說 他坐牢的時候 一定會生氣到大哥死 所以有時候 我們都會遇到一些衝擊 甚至有些人對我們的不善 但很可能 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 我們回頭看 可能我們會覺得 正正因為他對我那種不善 可能會激勵到我 會成為我現在有今天的成就 都不善 所以也對 就是 經過一段時間 然後你回頭看 你對那件事有不同的評價 不仍然是那一句 那個過程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不容易 有很多人就和牧師 你四下佬 啊 先去問是否梁永善牧師 當然 是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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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終於見到真人 多謝 多謝 我要先去看一些留言 有些人失了招 在講李雲迪 沒得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得彈 沒得彈 哈哈哈哈 那 我先看看 拍王嘉靖的故事 不僅唱衰 王嘉靖的爸爸 連王嘉靖都拍得負面 是嗎 我真的沒看過 我剛剛看youtube裏面的trailer 看不到他講他老爸的環節 都講他老爸怎樣幫他 去調整自己 都有講的 那你說 作為一個導演來講 喂 你的戲有drama 你當然要有ups and downs 如果你說你對老爸有不滿 你說出來 你就顯得你的戲很真 事實上很多時候 年輕人和家人都有不滿 一定有關理是不好的 那你說 你從電影製作的角度來講 你可不可以 在出大威塔吉之前 讓主角看一看 當時有製作人員 就跟王嘉靖說 不行的 這樣會影響了他的判斷 就是導演自主的判斷 這個也可以解釋到 其實張婉婷 作為一個這麼偉大的導演 有時候有些事情 如果他對那種編執 或者那種完美的編執 如果他覺得這條橋是 一定要的 但你又覺得不好 自在必得 但是自在必得 那就有時候